这个案例我们来做一个洗衣液这个品牌的包装贴纸 首先我们对它这个品牌文字做一下设计 咱们先把这个字打出来之后 然后呢给这个字呢加上一些装饰性能元素 就是把这个字体啊做一下变形 那现在我这个是用的AI软件 就是在Altwitter软件 在里面来编辑这个BaseR曲线 编辑这个路径 那么在Photoshop里面啊 这个编辑方法是一样的 那么用这个AI呢 对于平面设计是来说 它是一个纯实量的软件 做起来功能呢更多一些 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学习咱们的这边出品的AI教程 有这个十几年丰富的这个AI操作经验的老师呢 讲述的课程 如果你手头没有AI软件啊 或者先不着急学的话呢 用PS也可以一样的 你看现在这个操作 其实就是编辑BaseR曲线 编辑这条路径 让线条更柔顺 更光滑 让字体变得更漂亮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具体的操作啊 然一定要看一下这边有个 simplemente 好 帖农这边都有 ünd艾 就开心 帖子 对 如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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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